瑞穗清廉寺佛旦节宗教盛会 瑞穗香农会也不若人厚 特别与清廉寺管委会联名推出了 佛祖蜜香红茶平安盒 由师父诵经加持共八百盒 借此推广在地特色农产 天然无毒的蜜香红茶 要让大众喝了平安健康 在师父诵经加持下 瑞穗香农会捐赠八百盒的蜜香红茶 马总干事黄胜黄扛着一大箱 来到清廉寺 作为博主圣诞贺礼 同时也提供管委会工作人员 饮用解牢 我想我们瑞穗清廉寺 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瑞穗的产业也非常的发达 在这次的结合当中 我们希望把文化跟产业 能够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次特地与清廉寺 做一个蜜香红茶的联名款 那这个茶叶我们也特地请了 午后这个药师坛产的原产师傅 来做一个金刚金的加持 除了在文化产业上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茶 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心灵的平静 跟这个健康的身体 除了内装在地生产 天然无毒的蜜香红茶品之外 这一次农会也和清廉寺联名 以清廉寺佛主像搭配象征 稻穗丰收的农灰图案 外包装相称 相当受到民众的喜爱 也爱不释手 面对农会等各界 踊跃参与清廉寺佛丹节宗教盛会 有钱出钱 有礼出力 管委会也万分感谢 更乐见宗教文化盛事 与在地农产业结合推广 主委陈辽安表示 有了健康饮食 就有知足安康的生活 所以我也想说 借这一次我们 大概佛祖祝寿 有一百多间的外地公庙来 我们借这个机会 来做一个行销 我想一定会得到 很好的效果 能够结合宗教 结合在地产业 我想这一直是我认为 我应该做到的 那这次有这个机会 我们会非常的乐意 来一起推动 有佛祖庇佑 以及师父诵经加持 总共八百盒装的 蜜香红茶 平安茶 也在佛誕节系列活动中亮相 推广在地特色农特产的同时 管理委会也将进行 义卖提供大众平安健康的饮品 记者是玉兰 瑞瑞采访报导 师父想使用了 谢谢